在OneNote裡面,如果你要比較快速的收集教材 也就是說這些教材不是自己的,而是網頁上的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說真的有很多的教材來自網路上 不管是影片、文章都可以是做參考 當然如果您可以的話,自己的教材自己做是最好的 因為這樣子你最清楚那個脈絡 別人講的也許某些觀點你同意,某些你不同意 這也是有可能 這個功能有一個前提 您必須是什麼? 一般的方式註冊的,不能用訪客 我們只要進到OneNote網頁的最下面 不管哪一頁你就進到最下面 還記得怎麼跳到網頁最下面吧 Home下面那個 好,您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所謂的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那這個部分如果您是蘋果的 Mac的就是Suffer 那我就這邊用Google Chrome的 點了之後呢 其實這個擴充工具有兩種功能 一個就是我們收集資料用 第二個 我們在做筆記的時候 有一種手寫筆記 也要這個 手寫筆記 也就是我們之前做的筆記 不是都是文字式的筆記嗎 但是你要做手寫的 就把畫面抓下來 然後用那支筆 我們今天不是有那個圖片體嗎 有那支筆去圖的 那需要這個東西 好,我把它新增一下 您注意一下我們在右上角 這裡會有一個變化 它如果有增加成功的 在這裡會多一個OneNote的圖示 有沒有看到的 有齁 所以呢 成功的 這樣這個頁面就可以關掉了 假設這個教材我要 我就可以來這邊 按一下 它會問我 請問你是所有分頁都要加進去 還是你目前選定的這個 假設我現在就選定這個 我就按一下 好 這樣子 您有沒有發現 我有準備了那麼多課程 每一個裡面有沒有不同主題 所以 這個功能很類似一個東西 您平常在網頁的時候 有沒有用過書籤或我的最愛 有 但是大部分你的最愛都跑光了 你不知道 蛤 你們加我的最愛 你有理他嗎 你都 繼續往前走啊 但是一直加一直加 這個也愛那個也愛 這不錯這不錯 後面後面 結果眼睛都沒有回頭看一下 很多網頁都不在啊 你們加我的最愛都管理得這麼好 都沒有發現漏洞百出 會不會你們的書籤有分類對不對 但是你會不會去看你裡面有哪些內容 常常檢查嗎 那你習慣算好的 因為通常至少愛沒有一百個也有兩百個 書籤啊 對啊 這就是越來越複雜 對不對 以我自己來講 我現在是書籤用的不多啦 因為我平常在看資料的時候 我就已經整理了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這個擴充工具有個好處 是什麼好處 平常老師要把你的教材整理起來 你只有加到我最愛就結束嗎 應該沒有喔 對不對 你會像我們剛剛的方式 欸我這個網頁的標題先複製一下 網址複製一下 再到您自己也不是只有加到最愛就好 因為那個最愛不是你的教材 它只是你的一個什麼 就是參考的一個資料 可是我們在這邊是直接變教材 等於平常大家應該都有用上網在查資料 比如說欸您看到我們這一篇文章好了 欸我覺得看到這篇文章不錯 那我就可以直接邊看就怎麼樣 邊加到我的教材裡面來啦 那我要引用的時候是不是就直接引用 我不用重新再找啊 您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跟你現在的方法是中間有一個不一樣 這種方法是直接進入你的教材堆裡面 你看我們在這邊參考有沒有 對不對 那我這些也並不是說我全部這些課都上 有些是我有興趣的 可是有興趣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一些嘗試題有沒有 有興趣也可以變成是 興趣題也可以變成教材的一部分啊 對啊對啊 只要你分類分好就好啦 我這個也像我的檔案 我的那個我的最愛一樣 好那我就可以從這邊加進去 這樣您了解意思 那麼如果是什麼影片的 您看我們剛剛這個 影片的部分我在這裡 好我就從這邊一樣按一下加入 有沒有就直接這些有沒有自動抓進來 也是一樣然後像這樣 那麼今天您有沒有看過有一些是有播放清單的 這是單一影片喔 假設您來我的部落格 我的那個YouTube頻道 一次有這麼多影片 十一段你要不要加十一次 但是不要這麼辛苦 人家告訴你全部都加進來 而且你還可以自己挑咧 哪一個要哪一個不要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挑看喔這個要那個不要 你就可以把它看哪一個挑一挑 就直接進去啦 最後說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那透過這種方式 你在收集教材 就很快 等於說我們平常 你在看資料的時候 就邊看邊找邊看邊找 就丟進去丟進去 那真正要引用的 有沒有跟剛剛相同 我就來這邊點進來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要準備那麼多東西 平常在這邊 你看選取單元 我自己建立的 是不是就可以去找了 找到就可以交進來了 所以當您在收集別人資料的時候 其實在用OneNote真的就很快 自己的教材當然還是要自己做 可是你要引用別人的時候 我只要有這些課程 它是加到課程裡面去 加到這個所謂的建立的課程裡面 這些 你建立課程可以公開 可以不公開 那都OK 但是呢就是說 你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的 在這裡把你要的資料 直接丟進去 那你要找就很簡單 這樣OK 可以喔 這個是我們這個擴充工具裡面很重要的 那我順便跟您提一下 如果這個的話呢 有裝了這個工具之後 今天您如果在看教材的時候 會多一個功能 就是手寫的功能 在這裡 我來看影片題好了 來這邊 好 這邊進來 好 這邊進來 好 不管你有沒有在看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手寫筆記 是的 好 你看我們 筆記打開 手寫筆記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你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等於說你 在這裡 我現在用筆 有沒有可以做紀錄了 那你可以自己 使用提交 欸 有看到了吧 這樣了解意思了齁 所以你有這個擴充工具 就可以搭配這個手寫筆記 就比你只有純文字的筆記 來的再更方便一點 當然也是可以一樣可以做編輯 可以做編輯可以做多個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擴充工具比較不一樣的 那目前它今年 OneNote的一個 呃 調整方向 因為我跟大家建議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 行動裝置上 使用的比較多嘛 目前這擴充工具 只能用在電腦端 所以今年 應該它有 應該會推出就是 行動裝置上 可以直接夾到OneNote教材 等於說你 平常你收到 欸我覺得這個 比如說新聞也好 跟我們上課有關係 對不對 或者是 咱們的影片 因為透過那裡傳給你太多了 那你就看到 喔對這個不錯 可能是我上課會用到的 我就收集起來 收集布丁一定要 下載在你的電腦才算嘛 對不對 我只要透過這樣方式收集 就很簡單 就很簡單 這個是 大致上跟大家稍微介紹的 好嗎 好嗎